今天大叔给大家开箱一个新房 那么很多的小伙伴来到曼谷 很多的需求都是陪伴读书 那么今天开箱的这套新房 是在惠灵顿国际学校旁 也是蓝塔湾的整个高端社区的典范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别墅是什么样的 那么今天这套别墅 主要是为大家介绍它的出租项目 因为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租给很多的家长们 为小孩陪读所做准备 那么整个别墅是占地460个平方 拥有两层的一个建筑 4个房间 那么它的租金是50万泰铢一个月 物业费都是房东自己交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这一套出租房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来的地方是它的停车库 可以停放两辆汽车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是一个高端社区 它的整个公共空间的面积 非常的大 当你们来到这个社区的大门的时候 你们就能感受到 那么与惠丽敦国际学校 只有一墙之隔 每天接送小孩 5分钟就能到达 从我们的停车库过来以后 我们是有一个前院 那么整个别墅的建筑风格 妥妥的也是英伦风 进来以后我们能够看到两边的这种松树的植物 也是非常有气质 那么这边有一个侧花园 可以到达我们的后面 我现在的位置 就是这栋豪宅的入户的大门 来一起到里面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套别墅 其实也有出售 但是我们现在拍的主要是出租 那么出售的话 这样的一个别墅的话 大概实在一亿太多左右 好 首先进入室内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是一套新房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大门 还没有完全开放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长辈房 那进来以后 我们是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独立的礼物间 这边是休息室 那两边都有开窗 可以看得出光线还是非常的棒 因为所有的家具都是刚刚才放进来 所以上面的保护膜还没有撕掉 那这个房子 它的室内的风格也是非常的一轮范 中间有一个跳空 大概是在6米 那进来以后就是餐桌 因为整个社区都是泰国人自己居住 和租给在这个国际学校里面陪读的家长 所以说它整个房间的结构 非常的紧凑和居家 所以进来以后 这里是它的餐桌 后面是它的客厅和它的小的休息室 我们在客厅的地方有一个开门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到达户外的 对吧 这个地方出去以后 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个前花园 那么后面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休息室 那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出租 所以它的家具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也完全能够适用了 因为是一个新房 家具也是新的 那这个学校呢 那这个学校呢 我们都知道惠丁顿国际学校呢 是在曼谷非常棒的一个国际学校 所以说来这里读书的特别是在这两年 从上海北京过来的家长们非常的多 所以这附近的房产开发的项目也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房子50万泰铢一个月的租金呢 其实在曼谷还不算最高的 但是算中高端的一个价格 过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它的一个车库入口 那么从这边过来 再往上呢 就是我们到二楼的电梯 那么顺着这边往后走呢 是我们的厨房 那么这个厨房呢 是做了一个半开放式厨房 以前呢 交付的时候没有这个玻璃窗 因为它要作为出租用的话 有时候我们租下来以后 会做自己的一些饭菜 所以说为了油烟呢 或保护客厅 所以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玻璃房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移门 那直接就可以关闭厨房 那来看一下厨房的情况 那整个厨房呢 它是中间是电磁炉 那么装修呢 也是妥妥的这种白金大理石 上面呢 也是英式的 欧式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厨櫃 那么这个装修风格呢 和装修的内容呢 都是交付标准 大理石的操作台 和上面的欧式的厨櫃 那后面的这些冰箱呢 是没有包含的 那冰箱呢 是房东自己配的 那么是一个超大的双门冰箱 好 再往后呢 这边就可以到达我们第二个厨房 我们都知道嘛 在太古都是两个厨房 那么这边呢 是一个小小的储房间 那这就是它的第一层的空间布局 如果你是有两娃或者三娃 那么这样的一个460平方的别墅呢 其实完全能够失忆的 又可以带娃读书 又可以带着父母在这里 养老 对吧 不用去担心 隔三差五又要被隔离 对吧 隔三差五就要必须去做你的 这个 OK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把第一层介绍给大家 现在我们到第二层 看一下房间是怎么样 那么在楼梯这里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楼梯是做了两个转角 那么相对我们之前拍摄的别墅来说 直角上去的话会轻松很多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开发项目的开发商呢 也是在泰国排名前十的开发商 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 还是非常注意这些细节 那么上来以后呢 在我的右手边是有两间客卧 左手边呢 是主卧 先到客卧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别墅呢 4间房的这种格局呢 非常的合理 如果你有两个小孩 那么两间房非常就适合他们 那么首先呢 那在我们二楼的左边呢 这边是有一个小的客厅 因为这边有两间房嘛 所以这个小的客厅呢 就让他们有一个公共的区域来活动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做成 对吧 健身房也可以 或者活动室也可以 那么在外面呢 还是有一个自家的阳台 如果你是因为吸烟人士的话 可以到阳台 那么阳台呢 也可以种上自己的绿植 这样看起来房间会非常的舒服 好那我们来室内来看一下啊 那么如果是你带两个小孩过来读书 那么这两间房就可以留给他们 那么这两间房呢 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 那么中间呢 是双床 所以说这些呢 全是新的家室 那这边是小的书桌台 转过来以后呢 这里有个小空间 其实在之前呢 是可以放一个衣帽柜 对吧 放一些衣物 那后面呢 就是它的淋浴间和卫生间 那像这样的房子呢 如果是你想再自己买一些家具过来 让它更充实一些 也没有问题 好 那么再往后走呢 这是另外一间小的客房 那么这间客房呢 同样也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 那么同样也可以把它作为 对吧 小孩的空间 因为空间够大 如果是你想把它做 做成小孩的活动区域 那么这边还预留出来一个空间 让你做 那最后呢 是它的淋浴间和卫生间 那这是我们楼上第二间客房 那么这两间客房 都可以改造为你宝贝的房间 如果你觉得家室太多了 或者干嘛了 房东也可以把它拿走 你可以重新再装修 好 来看一下主卧 那这个区域呢 除了离国际学校比较近呢 那么附近呢 其实销位来说 商场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我们开车15分钟左右 也能到达附近的商超 那么这边走廊的后面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泰国人呢 一般是会把它作为一个佛室佛刊 那么中国人呢 可以把作为小的休息区也可以了 只不过现在呢 只是做了一些装饰的东西 好 再往后这就是主卧了 那这一间主卧的面积呢 就会大很多 整间主卧呢 大概是有25到30个平方左右 进来以后呢 中间是双人床 后面呢 是有一个小的休息区 我们能够看到 下午的阳光照射进来 其实整个房间 还是非常的舒服 那么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小的阳台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小的阳台呢 是可以直接到户外 而且能够看到自家的花园 和自家的一个前面的段落 那么这间房呢 它是在最角色 所以说这个房间呢 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好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休息区了 那么房东呢 是配了电视柜 然后电视机和沙发 那其实房东配的这些家具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再往后走呢 这是一个衣帽间 那你现在能看到的 这个衣帽间的画面呢 其实也是开发商所标配的 后面呢 是它的储物格 你看 也看得出来是这种欧式的 对吧 储物格 那么这种储物的 简体的 金属框门 也是开发商标配的 如果你想在这个社区过满 那你能看到 这也是标配的一个设置 好 再往后走呢 就是它有一个移门 这边呢 是一个无地轨移门 然后进来以后呢 就是它的淋浴空间 这个淋浴空间 同样也是它的标配 那么洗手台和浴缸 这都是开发商一边赠送的 那包括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个熊猫 大石的上墙啊 也都是不要配的 而且我们淋浴间里面 还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植物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套出租型别墅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也是妥妥的学区房啊 那么今天呢就简单的为大家开箱这一套出租别墅的一个格局啊 一会儿小年了 小年了 那么最近呢 也是这两年哈 在泰国的各个博主们 一直在跟大家聊 来泰国生活 养老 读书 那各个博主们都在力推泰国 其实呢 也不是说大家可以去推泰国 说实话也都是在泰国生活时间场外 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爱这个地方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个地方都能适应每一个人 对吧 如果你觉得泰国呢 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又担心来了以后不习惯的 其实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来这儿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自己是否能适应这里 再决定是否要留下来 那么今天这道别墅呢 其实对吧 就是一个可以出租型的别墅 那么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尝试着生活一段时间 看自己是否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和节奏 OK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为大家介绍这里 再往后呢 大叔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泰国房产和高端的物业 希望大家喜欢 跟着平大叔 看遍泰国豪灾